周永池就像海浪一样 激烈晃动水花四溅 才刚经历强震的南加州 又一强震来袭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 台湾时间6号上午11点19分 南加规模7.1地震 镇央在里奇雷斯特市 北北东17公里 深度只有17公里 是极浅层地震 200多公里外的好莱坞 也感受到摇晃 游客地震初体验相当震撼 强震造成里奇雷斯特市的地面 出现裂缝 连外道路落实满地 还有一些民宅 因为瓦斯管线受损 而发生火灾 里奇雷斯特市所在的克恩郡 一些居民受到轻伤 有大约2000人无电可用 许多人吓到不敢回家 地震专家表示 这次规模7.1强震是主震 前一天的是前震 虽然目前没有传出严重灾情 但是未来可能余震不断 家族政府启动紧急行动的最高级 要以最快速度来应对灾情 大约新闻旅方便宜 再次规模7.1强震